证证的部分呢,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一定要让使用的填入资料 如果没有填资料,它就不能够继续下去 那该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刚刚验证的这四行 可以先把它注解掉 当然原则上你也可以把它删除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在撰写程式 会希望保留一些我们做过的 为什么?因为将来可能会用到 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它当注解 注解的话,把这个范围选取 编辑里面有个进阶 进阶有个叫做注解选取范围 那这样的话,在编辑进阶里面 这个点下去呢 它就自动帮我把这个范围当成注解 也就是你将来,那你将来要用的话 你就直接把前面的这个地方 或者你直接把它选取起来 然后编辑进阶 它也叫做取消 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善用这个功能 就是进阶里面的注解 注解完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去使用 那个所谓的 验证控制项 那验证控制项它放在哪里? 你可以把标准折起来 加跟减折起来 这部分 接下来的话,在验证 它的位置在工具箱里面的 第三个 第三个区块 这边有验证 那我们可以验证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验证 request fill 就是你一定要点栏位资料 用这个就好了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range 就是一个范围 然后再来 compare 就是一个比较 那其他的custom 就是你自己还可以制定一些 那或者是说 你是不是跟那个资料 是不是相符 也可以做比较 有这几个控制项可以来用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用最简单 所以最常用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一定要 这四个栏位都要摆资料的话 你可以把它拖拉过来 拖拉四个 摆在什么呢? test box的旁边 那需不需要改名称 其实我是觉得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改不改名称 无所谓 我们主要是要用它 去显示正确的讯息就好 所以你直接姓名的部分 第一个有几个步骤 一定要记得 属性 点它之后 第一个我要告诉他 我要验证的对象是谁 所以就是它上面的部分 所以栏位 第一个要记得是在 这个 我要 control 有没有? 这个属性 control to validate 就是要去验证的对象是哪一个 那它会秀出来 有没有? 这边呢 就会让我们秀出 让我们去选的 那